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,5月2日,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。 给大家谈谈刚才我收看了原先内蒙古辞职区法治办的一位法律顾问, 逃到欧洲比利时的官员杜文的一段视频,谈到乌云木齐阁。 应该讲,目前只有这个人出来爆料,谈的一些情况,尤其是涉及到内蒙古的,比较真实。 以前那些什么爆料都应该讲道听突说,有的甚至就是胡编乱造。 近些年来很少听到如此真实,生动形象的故事。 可惜他刚来到比利时,可能没怎么安顿好,需要调整一段时间,才能制作更多的好的节目。 而且据我观察,这个人一个是基督徒,另外一个人生经历奇特。 你看当过记者,坐过牢,而且十几年,还能出来,出来还能跑出来。 虽然这个跑出来,我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曾经讲到了,他自己也承认,可能涉及到内斗。 但是我们不管他,从体制内内冲,能够冲出来。 也算留下一个人比较知道内蒙古官场的真实情况。 这是非常可贵的。 他今天做乌云齐木格的讲述这个故事,从我这角度来看,他有所保留。 但是大体上还是比较实在的。 因为以前我不认识这个人,不认识乌云木齐克。 咱们也没接触到他身边的人。 所以上一场讲到,我说他也是个腐败分子。 今天说回,咱们是求是假。 还算是,根据杜文讲的情况,老太太还算是比较连接。 最起码还不祸害内蒙古的老百姓。 帮助少数民族,蒙古族还办了不少事。 据他讲,他没出卖过蒙古族的利益。 就当地老百姓的利益。 官员他也没怎么整。 根据他讲的故事,也就批评了几个官员。 包括一个交警。 那个交警是太狂妄了,四强凌弱。 在道路中途堵车。 只是堵到了比他官大的人身上了。 其实交警呢,他讲的那种交警, 历史的我认识很多。 各个都是张牙舞爪。 什么原因?政治体制。 就是说权力太大了。 公安局下面有交警支队。 支队长每天负责的业务是很多的。 人都是求得办事。 再加上中国是党管司法。 那交警自然而然, 手里有权,他也处理交通事故。 等等。 所以说很容易自身腐败。 时间久了,有些人可能就张牙舞爪。 往往是容易炒阔。 但是他处理交警没判刑。 要是如果碰上像习近平这种, 薄熙来这种人物, 牙齿必爆, 可能就要关到监狱里去了。 只要没关到监狱里, 批批批批批批交警也是应该的。 过分一点也无所谓。 最起码起到警示教育作用。 这个交警如果将来再当警察, 他就不能像以前这样了。 动不动欺负老百姓。 根据他介绍的情况, 乌云齐母阁这个人还是不错的。 看来他知道很多内蒙官场上的情况。 他讲到乌云齐母阁, 之所以能爬上来, 就是因为他是个好孩子。 从小就是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的。 同时什么事听话。 要想当官,尤其是女干部, 不听话根本不行。 当然他也用了一个官场, 商场,情场上经常讲的一个段子。 其实是一个黄段子。 讲到女干部培养的过程当中, 非常生动形象的, 有那么一段话。 以前我也听说过了。 甚至有些人认为, 中国很多女性干部都是床上培养的。 的确有好多都是这样。 因为他有这个便利条件, 也很容易在这方面出事。 不过相对来讲, 根据他讲的情况, 他上来提升。 主要还是, 中国共产党要利用少数民族干部, 总要选一个人。 恰恰他运气比较好, 再加上他平常做善事不做恶事。 卫人挺低调的, 也挺汉厚, 淳朴的那种人。 所以有的时候就容易巧妙地躲过一些灾害, 一些灾祸和一些祸。 确实是, 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好事, 不是那么节约。 有的时候你走路办都办不到。 你看他讲到他的前任, 原先他没想到他能升为自治区的主席, 是吧, 副主席, 甚至不可能成为副国际干部。 原因是什么? 一个时空文要利用少数民族, 统治少数民族, 总要找那么个人听话。 再加上了胡温那个年代, 胡锦涛也好, 文家宝也好, 共青团派也好, 他们也需要这种人。 此外就是他的表现。 他这里没有提到他, 昨天我讲到他到外访期间, 被抢劫了一次, 还没受伤, 只是东西丢了。 这个事也说明他挺走运的人, 比较运气。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。 因为我们往往外界知道, 甚少对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的人事变化, 还有一些人的群体的思想性格。 只是凭着什么? 凭着别人的口耳相传。 所以很容易概念化, 甚至妖魔化。 看来也不是清一色都很坏, 有些人还是比较为人比较好。 那么杜文讲的, 我是相信。 但是他这个很可惜, 他可能还没来得及, 没有谈到胡春华更多的消息。 我最关心的, 就是胡春华到底怎么样? 是不是也是个腐败分子? 根据上一场我讲到的, 就是在内蒙古, 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, 公安厅厅长赵黎萍杀掉了。 其实我就给杜文提个建议, 你多谈赵黎萍, 这个案子有没有冤情? 他为什么如此残忍手段, 把情妇擦了? 他还提出上诉, 你上诉什么? 这不明白的是要死罪吗? 另外赵黎萍到底是不是不和家族? 还是乌兰府家族的什么亲戚? 什么背景? 尤其是海外的维基百科也披露了, 2007年, 杜文卷进了赵黎萍的案子。 赵黎萍, 2001年3月末, 看好了一尊铜顶, 想把这个顶买完以后向北京送礼。 但他没讲, 维基百科没介绍北京给谁送礼, 是给乌云奇木格送礼呢? 还是给胡顺华? 还是给胡锦涛? 咱就不知道, 还是给习近平, 咱不清楚啊, 这个讲一讲, 这个咱就可以知道了, 胡顺华收不收礼。 据我这么想呢, 胡顺华不太敢收钱, 但是收这些古董字画有可能。 因为你看他任职西藏啊, 当了两次到进藏, 从基层一直干上来。 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比爱好比较高雅, 就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, 被西平抓住把柄啊。 那么至于说这个杜文, 他给这个赵黎平这笔钱, 赵黎平拿着钱以后, 又向北京行贿。 后来这个法庭定罪, 定这个杜文的罪, 就和这有关。 今天他又讲了一起, 他说是给这个老太太, 就给乌云奇木格送了20万, 也是自己去花这个公款拿出来的钱, 是吧, 由他到北京去。 那这个是再能详细讲一讲啊, 就是这个老太太收没收, 就乌云奇木格收没收, 收的也属于收回啊, 应该我理解这个乌云奇木格也不是太连接, 只是比其他的官员不那么贪婪, 少没收一点啊, 差不多就行了, 就好就收。 这种官员在官场, 官场一般都叫什么呢, 叫不利, 不贪不脸, 收个手机啊, 收个照相机啊, 收个字画啊, 这个大的不感受啊, 小的感受, 意思意思, 好像是通病啊, 这个说明什么, 这个说明这个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啊, 官员权力太大了, 你看加拿大, 美国哪有啊, 对不对, 只有中共国有这个特色, 权力高度集中到一个人手里, 你要办事, 你不表示的话, 你也欲心不忍, 人情往来都是如此啊, 至于说, 吃个饭什么, 喝点小酒, 尝尝卡拉OK, 只要不过分, 不应该事成腐败啊, 中国人就是热闹吧, 我们在这也是一样啊, 只是花自己的钱, 你请我请你, 这个叫人情往来, 官员也是啊, 官员普通人啊, 你不能说吃个饭, 就这个就叫腐败了, 因为那个年代都是这样, 各个企业都有招待费, 来的人请一请, 只要上级批准了, 不太过分, 另外你别送这里提现金, 也别往家里拿, 就是吃完喝完浪费一些, 那当时都是这个毛病, 现在不要浪费了啊, 现在没钱要节约也对, 但是你要据此去抓, 那就只能搞内斗了, 就是我习家军吃喝是应该的, 你们吃喝不行, 所以选择性腐败, 用腐败做武器打击政敌, 那习近平现在搞这个名堂, 不就搞这些东西吗, 包括对杜汶的处理, 是吧, 你比如说, 如果说是上级批准的, 你拿工款20万, 给这个上级买个什么东西, 赵黎平是一样, 你买个什么铜顶, 古董送, 你不能约人杜汶, 执行命令的, 领导叫你去送的, 对不对, 你又没有踩自己腰包的, 至于说你送完了以后, 你老太太走的时候, 给你两个苹果吃是吧, 给你一包点心, 那也不能这样说社会了, 对吧, 这个事你的分清主次责任, 另外这个前运后果, 还有这个双方的一些, 具体的一些交往情况, 我不是太了解, 但我看杜汶这个案子, 比较有冤情, 你再看他这个要回银元这个事, 他毕竟当过记者又坐过牢, 他知道怎么和共产党, 讲条件, 你看他一逃到比利时, 马上对方就把非法查扣的人家的银元, 就退回来了, 银元有真有假, 如果是冤大头的话, 那就赚钱, 值钱了, 其他的也不怎么值钱, 有些人在这搞这些东西, 我认识好多, 大清铜币, 什么呢, 光绪元宝, 夹的很多呀, 各个版本也不一样, 林林总总, 非常庞杂, 不见得就是一笔什么财富, 也只是老人家喜欢, 玩一玩, 当然作为后代, 比较孝顺, 就希望钱属于谁的东西属于谁, 应该要回来, 这也对, 完毕归照,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, 要想一想那些东西, 说打架能打多少钱, 那你是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行情, 据我所知, 也值不多少钱, 只是什么呢, 那些警察这个办案的人, 傻了吧唧的烦, 又贪又傻, 就以为这东西扣了以后, 甚至掉掉包, 好像这个东西就咋子怎么样了, 其实我跟你讲吧, 这都是贪婪所致, 政治制度造成的, 一看人家跑到欧洲去了, 怕人爆料, 马上就还了, 我看那个小视频, 杜文和他太太, 看着挺有笑心的, 给爸爸磕几个头, 给银员都放到案板台前, 是吧, 证明你的东西要回来了, 这个人都是这样嘛, 有的人就是喜欢, 是吧, 其实就是心情吧, 这个我认为, 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什么, 就是能卖多少钱呢, 钱要不要误读了, 好像这个东西是什么价值连城, 没那事儿, 现在很多呀, 自从中共国现在经济不景气以后呢, 中共以前那些古董字画什么, 这个那个, 包括邮票什么这种钱币呀, 已经一落千丈, 我跟你讲吧, 在这个地方有的是, 你看这里拍卖市场去吧, 你花很少的钱, 就能买到这个名家的, 甚至这个, 七百一十的张大千的, 什么范增的都有, 全看你的眼力呀, 因为这方面, 我认识啊, 这里的好多, 其中收藏最多的大家, 我也见了几个啊, 还到他们家去参观过, 我要告诉你啊, 大概字幕, 行情, 这只是反映了中国官场的一角, 什么一角, 就是除了贪婪还有伪善, 怕别人说自己腐败, 不收钱觉得心里闹得谎, 怎么办, 收点字画吧, 是吧, 叫雅惠, 其实他也不懂, 往往你收完以后, 就假的一切不支, 叫高仿, 长得挺像, 实际上你也看那印章啊, 看那个纸张啊, 看那个做工, 看上面那些就是, 一些一些特征, 那根本都是假的, 啊, 呃, 官员是这样, 有好多官员就为了, 呃, 防止别人给他送假话呢, 都找这个监定师, 就带着顾问都有, 哈, 监定师也有假的, 你给了钱, 他就给你搞个假章刻上去, 监定师随随, 一级监定师, 他也是拿钱了, 哈, 也是假的, 呃, 所以这个东西啊, 说稀里话, 你说上了假的, 还不如整个真的, 是吧, 这是我跟你们开玩笑, 我要讲的什么呢, 就是今天我感到遗憾, 就是他这个小视频太短了, 其中讲到, 这个乌云奇木河, 这个还比较详细, 呃, 胡春华那个, 他就讲了一讲, 其实这个最主要讲一讲, 就胡春华是个什么人, 哈, 我们很容易这个被误导, 是吧, 呃,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, 另外我感兴趣的问题, 冷然是, 挥之不去, 什么的就是, 呃, 究竟是谁把他放出来的, 是吧, 他给我感觉好像是应该是, 内蒙古公安厅, 因为发护照啊, 是由公安厅来发的, 不是国家全部公安部啊, 公安部啊, 公安部可能大体上有个, 有个意见, 下边来处理, 那可能就给他护照, 然后就故意就给他放走了, 但放走了, 可能有一部分人不知道, 就他那办案人员不知道, 一看他出去吓坏了, 马上银员赶快放了, 呃, 可能有些同, 呃, 这个大清同壁, 还是什么, 光绪元宝啊, 还是什么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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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就说明什么, 现在通过他这个案子能够放出来, 这么重要一个人物, 他是非常重要的, 因为他本身是体制内的, 你想, 又判了十几年牢, 判刑啊, 说心里话, 你出来以后, 连护照都不给, 绝对防止你出来, 这才是真正涉及到国家安全来说, 他竟然放了, 这很有意思啊, 呃, 呃, 这可见, 现在上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啊, 也就是, 我这么分析啊, 这个习平道不一定值得了, 他可能让他下面的小兄弟就王小龙, 就排马屁的, 呃, 想把这个人放出来以后, 通过他的嘴, 因为他是胡春华的法律顾问嘛, 又是在胡春华当政的期间, 把他重判, 他肯定是恨这个, 胡春华恨得牙根痒痒, 是吧, 呃, 口才又好, 文笔又好, 又是形象也不错, 呃, 今天我看他, 我都感到很惊讶, 住了, 坐了十几年, 老, 身体状态如此之好, 是吧, 这么滋润, 那这个少见, 是吧, 而且, 这个这个太太能不期不离, 了不起啊, 一块还能出来, 这个就值得高兴了, 先不用着急, 呃, 缓一缓呢, 仔细回忆回忆, 呃, 一定要真实的啊, 因为这种故事, 我们知道了很少, 很容易相信, 给大家讲一讲, 啊, 胡春华的到底怎么回事, 呃,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测出, 习近平是怎样的大腐败了, 是吧, 如何的现在, 很有意思, 把胡春华底细全抓了, 唯独不动胡春华, 那么胡春华还一百八十大转弯, 现在跟着习近平, 现在是一喊两个确定, 两个威护啊, 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, 这个杜文, 这个老弟肯定他是了解了, 其实我在这里, 也认识好几个内蒙古的啊, 啊, 他们有点害怕, 他啥, 其实有些人都知道, 他不敢跟我讲, 是吧, 也挺坦率的, 说江老师, 我不跟你讲这事, 讲这事, 你一旦跟我讲, 我倒霉了, 我还得经常回去, 我说我理解啊, 咱兄弟, 兄弟俩就是朋友, 酒友喝啤酒, 是吧, 他只能喝啤酒啊, 这个内蒙古官场故事很多呀, 因为胡春华这些干部, 据说厅级干部抓起62个, 这个将来权威还是杜文了, 是吧, 这个杜文如果有机会来多伦多, 我请你喝他一杯, 你帮我看一看, 我很想知道胡春华究竟是个什么人, 有些公安厅的领导干部, 内蒙古的啊, 我估计都是可能故意给他放出来, 给他恨胡春华, 就想给胡春华搞臭了, 因为你现在臭胡春华, 对这个西家军是很重要的, 因为中国老百姓, 现在好多人处有幻想, 觉得胡春华这个连结, 胡春华能力强, 胡春华是个好人, 胡春华受欺负了, 感到冤枉, 未必, 这个听听杜文, 下几集会怎么讲啊, 那么因为今天我只是看这以后, 这个有感而发呀, 到后院来坐坐, 说你看后院, 我们家这个花呢, 现花盛开呀, 加拿大说心里花, 比那个比利时好多了, 比利时我没去过是吧, 原先我们那个新华社副社长刘永毕, 他不就是新华社的住比利时记者吗, 有什么事你就问他就行了是吧, 那大姐人挺好的啊, 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, 前几年我看还在香港成立什么基金会, 估计现在可能安度晚年, 说不定也在多人多了, 我要讲的什么呢, 比利时是个小地方, 也不是太安全, 相对还是美国加拿大好一点, 另外地盘也大呀, 我看了这个小视频我很高兴, 为什么呢, 一个是他对中共上层, 他不能说上层, 可怕北京他也不行, 主要是内蒙古, 他了解很深, 第二呢, 正当盛典, 又能写又能讲, 你想一想法律顾问又懂法律啊, 第三, 历经磨难, 是吧, 十几年大牢这个家伙, 能活得出来, 这个是奇迹啊, 不容易啊, 我跟你讲, 我这五年, 我都知道, 受了不少苦啊, 和他比较那真是才一半啊, 但愿他能把握这个机遇, 管他别人是以什么目的给你放出来的, 但他讲的很好, 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啊, 一定会放平心态, 公正的, 真实的, 生动活泼的, 给我们描述一下, 内蒙古官场的, 全景图, 咱不说群丑图了, 还有好人是吧, 就全景图, 以便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, 好, 谢谢, 再见。